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水和鱼蛋在体能、功夫以及如何运用肢体进行表演的技巧都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今天李师傅带同两位学生探访和博士要分享的并不是忌忌上的技巧而是茶轮母从中探究个人的内在修为人生的哲理 李行作为师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 今天特意带你们两个来认识吴博士 吴博士对茶认识很深 在茶里面可以领导很多人生的哲理出来 待会你慢慢一路泡茶一路听听博士解释 嗯 嗯 嗯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半眼鼻流香用鼻吸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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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汲出来 就知道茶香在哪里 而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无声轻浅酱 我不知道它多热 嗯 所以我只可以細細淡 原來我發覺這個茶溫 這個水溫我可以守得到 第四步驟當然會試杯茶 我們就要整杯喝 那就會傾情盡次杯 傾情盡次杯 傾情盡次杯 在喉嚨一定要停留 三至五秒 最好五秒 那就完成了喝一杯茶 那四個步驟 博士 喝茶喝茶 好 好 請請請請請 聽見剛才博士教我們喝茶的幾個小步驟 你不要小看這小步驟 這個四步驟和功夫裡面有牽連 為什麼呢 例如我們看湯式 看一杯茶運不運動呢 透不透節呢 顏色好沒有呢 很像我們學功夫一樣 我要定一個目標 你看茶 知道這杯茶有多深 多淺的顏色 例如我學功夫 我需要學健身的 簡單一點 不是喔 我想深厚一點 付出多點時間 付出多點努力 同樣道理都是 我們看一件事 看似簡單 其實看裡面有很多問題 你憑什麼看出問題呢 憑一些經驗 憑一些對任何事的理解一樣 喝茶 看似簡單 練功夫好像很普通 但裡面有多深厚呢 就視乎你想學多少 想有什麼深層次的了解它 就是了 博士說 喝茶不是只看湯色的 味道如何呢 味道我們不能夠 憑肉眼看 我要聞一下 聞到裡面 慢慢感受 跟我們做學功夫一樣 你感受這件事 譬如我打沙包 很痛 那你怎樣不痛呢 多點練習 好了 喝茶也是一樣 只要你經常去聞 了解這個是什麼茶 我了解得到 因為我身體裡面感受到 一樣 跟我們手足的感受完全一樣 那這個呢 聞 是要靠一個靜心 嗯 其實練功夫呢 都是靠一個靜心 去慢慢 從裡面內心 去感受到功夫出來 嗯嗯嗯 講個第三部分 我們搬了湯色 聞了香氣之後呢 這杯茶喝不喝呢 我們輕輕地試一試 哦 原來是四十度而已 應該可以一口喝光 咦不咦 都有八十度 還要等一等 才來的 怎樣去走前走後 就是學功夫 不能夠粗之過急 有時候練功夫呢 不是說勤力就行的 你需要一個慢慢磨合啊 慢慢去接受 一步步 做人呢 做任何事呢 亦都不能夠粗之過急 咦 講了那麼多了 先喝杯茶吧 我的喉嚨都乾了 請喝茶 請喝茶 最後一次過喝光 是傾情地喝的 用重力地喝完 跟我練功夫是一模一樣的 你要呢 身體力行 嗯 你沒有這樣的程度 你不能夠消化那麼多東西的 嗯 也都呢 要合一 包括我們的技術 我們的心態 我們喝茶 你只靠看湯色 聞味道 試水溫 你不進入喉嚨裡面 慢慢品嘗它的味道 是甘啊 是甜啊 還是苦澀呢 你不知道的 同樣道理 當你學到功夫 有技術的時候 得技呢 就要視敵 這個視敵呢 不一定說你亂打架 你可以透過比賽啊 透過師兄弟的練習啊 或者透過好朋友 互相交流一下 嘗試上色你的技術 是不是真的可以制敵 或者人家進攻你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用你的技術呢 能夠化解 就是求喝茶了 一次喝光 完全感受了 裡面是什麼味道 同樣道理 嗯 我們有緣相聚 共喝一次杯 好 好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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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